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有停的,他应该让我呀 我怎么还让他呢 他不自觉啊 他应该停下来 这有一个Yeld的标记 这就是要让 要让一下 在美国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标记 就是Stop Sign 这个标记呢 就是必须停下来 在这停三秒钟 有没有车都得停三秒 对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都安全 我们往前再走一下 车充缓电 这车吧老放的没开 没电了 走一走 走到前面 有人送我还是停止 Stop Sign 就是一定都一直到 Stop 不要一直停止 看啊 这前面又有一个Stop Sign 你看这路上 这Stop Sign 其实就相当于红灯 这边的这种小路上 是很少有红灯的 但是呢 看一看Stop Sign 就得停下来 你看这又有一个 你看这一路有多少Stop Sign 你看这一路有多少Stop Sign 你看这没有人 我们也要停 对面来车了 你看他也有Stop Sign 你看他得停 你看他没停 他停下来了 对他停下来就对了 看到大家都主动停就安全了 你看这我们也得停 这又有一个 他没停 没停不就撞上了吗 就他违规了呗 他出太阳了 走到前面 前面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Stop Sign 又有停一下 就是这种社区里面的这个路上啊 就是这种Stop Sign最多了 这又有一个 这个是老莫 他们在这个收拾这个树叶的 放昔哥人 这个我们就开到这外面来了 我们绕一下 这个路只有到这种大路上 主路上才会有红绿的 我们从这走了 你看这种小路上就没有 你看我这个stop side我就得停 它就直走 它就不用停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装了 是吧 我把他传到我的那个channel上好吗 这个是黑天鹅 你看这又有一个stop side停 你看我就它就拐了 那我主动停 大家都遵守规则 这就没事了 你看这还有一个 这个怎么还 把我的那反光镜给憋了一下 就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来美国自驾呀 他们就忽略这个stop side 我经常会出问题就出在这 该停的时候不停 然后呢 老美是有路权的时候 它是绝对不会让你的 所以说总是会出问题 你看像这种路上多少stop side 你看 stop side分两种 一种呢就是stop 下面什么也没有 还有一种呢 你看好像前面有一个stop side 是特殊的 它下面写的一个away 啊这这 你看 这个stop side 你看见了吗 这个stop side 下面写的一个away 就是所有四个方向都有这个stop side 就是谁先到 谁先走 因为我先到这两边没车我就可以走 然后四项都来车的时候就是谁先到谁先走 一起到那就是谁看谁先绕一下呗 总得有一个人先走啊 这有一个红灯啊 到主路上了才有红灯 这写的一个no turn on red 就是红灯不能转 红灯不能右转 没写的话 这是可以右转的 再转吧 这房子终于盖好了 你看 这房子盖了一年多了 快两年了 这房子是吧 好了 好了 变绿了 变绿灯了 哇 今天太阳了 挺好 就这个主路上就有红灯了 就有红绿灯了 在美国呢一般就是主路的都比较破 社区里面都还挺好的 你在主路上的这个马路啊 你看坑坑洼洼的 嗯 嗯 而且这么没那种旧家 就好一点 我们新家 新家好啊 对我们这家 我有感觉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好了 到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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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